重阳节将至为表达对高龄长辈的关怀 新北市双溪区公所团队在区长林瑶杰的带领下 今天走访区内八位百岁人瑞 除了关怀慰问并送上中央和市府准备的礼物 公所还加码自制五金重的大寿桃 让长者看得笑得合不拢嘴 这几位百岁人瑞日日保持好心情 脾气皆温和 就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那在双溪区今年度99岁准百岁人队有两位 那正100岁的民国12年出生的有三位 那101岁的也有三位 那103岁最高寿的是有一位 有一位是我们平林这边有103岁 那我们去看这些老人家带着我们社群各同仁 特地到宜然去定制了一个五公斤的瘦桃 老人家非常喜欢非常高兴 今年在重阳节前夕 双溪区公所到区内八位百岁人瑞长者家中访试慰问 看到人瑞都身体健康 也跟着向他们情谊长寿的秘诀 这些人瑞皆有一副好脾气 每天也都有好心情来过日子 身体也因此健康硬朗 也很高兴这些人瑞平时都有子女关心照顾 看得出家庭关系都很和睦 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所以那些孩子大大小时都回来 看到妈妈早期老爸早就死了 现在过后都为了这么好的身体 在年轻的时候很乐观 这个 知道说家庭的生活这么不好 孩子大家都非常乖 大家都有很好的成就 这是我们吴孤岳女士对家庭的奉献和付出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思考 那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身边有子女在陪伴 第二个他们的个性脾气都很好 那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他们长寿的秘诀 希望大家能够不但健康 高寿还能够健康 祝大家床文节快乐 当地理长表示 很感谢中央和西北市政府关心 每年皆准备重养礼金和礼品 并道府访饰百岁人瑞 这些百岁人瑞虽然年轻时过得比较辛苦 但现在都是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 也希望他们可以健康长寿 借陈威 双溪采访报道